大家好,我是郭爱秀山 这个视频呢,咱们来复一下盘面 当前,证券,保险,酿酒,科技,齐齐跳水 那么市场的支撑在哪里 以及何时才能够朝底 那么朝底的话,朝在什么方向 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好,那么首先呢 咱们先把核心的观点放在前面 对于我们当前的大盘来讲的话呢 那么再往下 一个是3500点的整数关口是一个支撑 再者的话呢,考验的是30分钟 中枢上沿3478 只要说呢,在这个期间 在这个区间呢,可以把它做一个强制生来看 也就是呢,调整到此处 只要出现底分的存在 那么其实呢,就是一个机会点 然后呢,咱们再结合技术的角度来进行看待 首先呢,我们来看大盘 好,那么对于大盘来讲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走法 首先,咱们还是从30分钟的一个视角 因为这一轮的反弹呢 它的一个走法 本身呢,就从3328点以来 咱们前面跟踪的一个视角呢 首先它是一个30分钟中枢延伸 那么30分钟中枢的上沿的位置呢 就是3478 而后的话呢,中枢延伸过之后 然后呢,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相当离开段 回踩不破 三买,三买反弹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位置 它并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没有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那么回落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从走势来看呢 这是一个三买转二卖 三买转二卖之后呢 再进行回落 回落的话呢 那么第一个考察的节点 好,那么考察节点呢 回落靠近 前低 前低的话呢 其实是3503 也就是说呢 在3500点这个节点呢 它是一个小的观察点 因为呢 此处 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 那么这个回落的话呢 它是有可能破一下前低的 好 就是前低破也不破 那么它当前的一个第二个结构 就已经成形 这个就是30分钟的 角度来讲 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个30分钟中枢 来进行看待 那么接下来呢 它只要不破 下方30分钟上沿 3478 那么它依然 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个中枢 来看 然后呢 期待向上李开顿 强的话呢 是向上李开顿 如果说弱的话呢 反弹 如果再不突破前面的高点的话呢 那么防范呢 是 做出反向的一个剧情 什么反向的剧情呢 从3328 这是一个 上涨 这是一个30分钟的盘整上 如果说 这几次呢 再一次向上反弹 反弹呢 也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那么呢 反弹呢 是走这样的一个 30分钟的盘整下 如果说30分钟盘整下走完 这个位置呢 再下跌 就是呢 如果说发生这样的剧情 这个位置再下跌 它就会是个急跌 就是呢 当前的一个考察点呢 就是往下回落 回落只是找自身的问题 那么今天已经跌到 3530附近 那么呢 再往下 一个是3500点 是个观察点 一个呢 是3478 也就是说呢 再往下的话呢 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机会点 这样的机会点的话呢 它是从残忍四角下的话呢 对应了一个推演 但是反弹的力度很重要 反弹力度如果强 那么呢 由30分钟级别的盘整发展成为30分钟级别的趋势 那么呢 高跟猛进突破前面高点的同时 甚至不排除突破3731.69 如果说这个位置走的强的话 如果走的弱的话呢 那么就是一个减持 大幅度减持的一个基点了 为什么呢 防范呢 是再度向下走离开段 这个离开段 如果说走的 这个离开段的走法呢 它是和前面 例如说这一次回次 固件一个中枢 再进行往下 再进行往下的话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走法了 好 这是三中指数 所以说呢 当前的一个考察点 小周期来讲往下 那么呢 3500点附近 其实呢 就可以视为一个机会点来去看 不管3500点破一不破 那么这个位置再往下 那么我们来看 今天日内最低 最低的话呢 其实它已经跌到了3532 再往下的话呢 其实空间也没有那么大 3532 距离3500点 其实也不过呢 接近1% 所以说呢 再往下的话呢 个人认为再往下的话呢 它的一个空间 也不大 但是当前的这个走法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好 从 3614点以来 那么它对呢 是一个30分钟线的下 那么入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其实说 从这个位置做一个观察点 因为咱们前面跟中的一个视角呢 是从3503反弹 反弹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一个一分钟的中枢 这个是第二个一分钟中枢 是可以把它做一个一分钟趋势上 但是呢 这个位置回落 它给的是一个一分钟的盘整下 这个是一分钟的盘整上 当时呢 推演方式呢 有两种 一种的话呢 是属于 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五分钟的 中枢 向上看的 那么给是属向上离开段 但是呢 这个位置反弹的话呢 实际上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没有突破前面高点呢 这个位置是几跌的 这个几跌的话 走法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推演方式 好 就是落脚点 就变了 这是一个一分钟的趋势上 同时是五分钟的线段上 而后呢 当前是走了一个 是五分钟的 好 这个 好 这个呢 是一个五 这是一分钟的盘整下 也是五分钟的线段下 五分钟的线段上 那么这个位置呢 再进行一个 一分钟的一个下跌 下跌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下跌 如果说向上反抽一下 观察的是 这个位置能不能接触 如果说这个位置不接触的话 它还是一个大的 一个线段下的延续 如果接触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作为一个中枢组件 而后呢 再往下探一下 再往下探一下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走完 走完的话呢 前低 也就是三千五百点附近 破也不破 那么呢 这个结构走完 它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点 这也是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呢 哎 何时才能够朝底 以及呢 下方的支撑才能够接 下方支撑的话 在我看的 就是三千四百七十八到三千五百点 就三千五百点 整座关口 就是一个支撑的一个节点 三千四百七十八呢 是下方的三十分钟书 上沿 这是一个 技术层面的一个支撑节点 然后呢 我再来看 证券保险 酿酒 科技 起跳水 那么对于证 对于证券板块的一个视角 我们来看 今天呢 其实 像银行保险 证券酿酿酒呢 都是属于带头上的一个杀铁 那么对于证券板块呢 咱们前面的一个跟踪视角是什么呢 首先 观点依然不变 从长周期的角度来讲 当前呢 它实际上还是这样的一个 真让的一个走法 从长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依然不悲观 跟着短期的一个维度来讲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结构和轮动 其实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 还属于这样的一个走势当中 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当中呢 我们再来看 昨天高开低走大银棒 今天呢 观性下跌 然后呢 低开低走 观性低开 那么低开低走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走法 实际上它已经 我们来看 好 这个位置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一笔 日开线的一笔上 然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一笔下 这个位置呢 是日开的一笔上 当前的话 走的是一个日开的一笔下 这是由日开的笔来组建的 日开的笔来组建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节点 是什么呢 日开的笔组建 那么呢 它当前呢 已经破了前面的低点 破了前面的低点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日开的一个线段下 那么对于它来讲呢 只有需要等 如果都出残略视角来讲 等待一个回撤 以考验前低 只要前低不破 同时的话呢 出现底分 就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底分型 连续三根K线 呈现这样的一个表达 这个表达的话呢 对应的 就说呢 如果说第三根开线 它能带亮 再加上不过前面低点 它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机会点 当前的话呢 其实它只是一个像昨天高开低走 然后今天的话呢 是一个关心下杀 关心下杀的话呢 目前底分还没有出现 只不过呢 像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 前低1386.14 咱们前面呢 做出这样的一个推演方式 其实推演的方式呢 在前面在这那几点呢 做出哎 如果说这个位置的 它能够横得住 不往下持有低的深 而是呢 走一个五分钟中枢 然后呢 再向走离开段 那么这是一种剧情 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哎 回次的比较 回次的调整要深的话呢 那么观察的节点是 前面 前低的位置不破 可以作为一个 嗯 类二买来去看待的 好 那么对于 证券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 如果说从它的一个分钟层面来去观察 好 那么从分钟的一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话 那么当前实际上 这个位置 还就能从1000 从1386点位以来呢 可以把它作为列出 这是一个日线的一笔上 30分钟线段上 好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 就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如果说后面 有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利好 就成了利好 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嗯 中枢 然后呢 再期待 向上离开段 但是呢 如果这个位置反弹 向上的反抽 反弹的话呢 如果说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那么不能突破前面高点呢 又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1629.15亿来做一个观察点 这是一个上 下 上 然呢 他们之间形成这样的一个中枢 然后呢 再往下 再往下的话呢 还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也就是说呢 如果从级别的角度来讲 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连续调整过之后呢 它存在的只是一个五分钟级别 所反弹的可能性 但是呢 如果说反弹一下 不管说前面的高点没有突破 然后呢 再回次 只要说它有一个之间 有这样的倍值 或者前低不破 那么对应的话 它可能就会上升到30分钟级别的一个机会点 这是呃 证券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 当然最极端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最极端的一个视角 这个位置呢 哎 好 最极端的一种走势就属于这个位置 好 下跌的比较急 反周的话呢 连前面这个位置的低点都没有触碰 然后呢 又继续往下 那么跌的比较深 跌的比较深的话呢 那么它有可能会组件 哎 就是调整了调整的时间周期会延长 但是呢 从中长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对于证券板块的态度呢 依然保持不变 只是呢 当前我们观察的节奏 就是说呢 如果说在这个节链 当前的话连续调整过周呢 它存在一次 嗯 向上 修复的可能性 现在修复的可能性 如果修复的力度没有那么强 然后再一次再一次瞎探 那么再一次瞎探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对应的 好 前面呢 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三十分钟 中枢延伸来就看 然后呢 这个位置有一个被值一买 那么回落不破前提 作为二类买点 来进跟踪和观察 这是至于证券板块的态度 那么证券板块的话 我们再来看向证券板块对应的 嗯 个股的一个表达 个股表达的话 首先我们来看东方财富 东方财富的话呢 像昨天最高 日内最高 三十三块八卧八 之后咱们昨天呢 给他讲到关于盘口 盘口密码的一些因素来讲呢 作为一个参考有的时候 是请示作用 它未必呢 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呢 当出现这样的信号的时候呢 还是防一防 还是有必要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光大证券的话呢 对应的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大英镑 大英镑的话呢 前面是三 这是日开的线权上 当前呢 日线的一笔下 一笔上 当前是第二个一笔下的延续当中 如果说第二个一笔下呢 下面等待的是一个底分的形成 底分的形成前提不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就是新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点来去看 因为它对应的话呢 三十分钟中枢 三十分钟中枢延伸 好 这个位置呢 是三十分钟级别的反弹 然后呢 当前呢 是三十分钟级别的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的话呢 如果说调整的 还回落下来 这是三十分钟线权上 三十分钟线权下 线权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如果说反抽一下 潜低 潜高的位置 如果不能突破 不能突破的 咱们再探一下 那么只要不破前面低点 对应的就是三十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点来看 所以说呢 这一次回落下来 出现底分 对应的是属于 可以把它呢 先当成五分钟的 五分钟级别的机会 然后呢 反弹就找卖点 回落下来 就是三十分钟级别的机会 然后呢 再去跟踪 好 这是对于 征券板块的一个态度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保险 好 那么对于保险方向的话呢 那么 当前也是属于这样的沙跌 那么对于保险板块指数呢 咱们从大到小的一个维度 来进行看待 从大到小的话呢 大的一个维度是什么呢 下方 低点和低点相连 对应的趋势支撑 上方高点和高点相连 对应的趋势压力 那么呢 它调整的一个极限 就是先到了趋势支撑 观察能不能支撑住 因为前面的话呢 长周期来讲 好 靠近支撑反弹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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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前呢 其实从高到低 它的一个调整的时间 用月开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进入七月份 之前一二三四五六七 已经连续七个月 如果说呢 加上七月份的话呢 那就是八个月了 所以说呢 它调整的时间 已经比较长 让它调整的幅度 也比较深 从它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来看的话呢 个人的一个观察视角 就是呢 在那往下 它的一个真正的出现这种 急跌下沙的这样的空间并不大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小周期 小周期对应的是什么呢 小周期是从2756.95以来 咱们前面也给他讲到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好 把高点低点和低点相连 以及呢 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处在这样的单边下跌的结构 还没有破坏 这个结构没有破坏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 回落有新低 反弹没有新高 高点在不断的抬低 低点呢 也在不断的抬低 这属于单边下跌结构 单边下跌结构的话呢 当前还没有破坏 没有破坏的话呢 那么刚才咱们从长周期的驱逐支撑 再加上呢 近期 低点和低点相连 对应了这个双支撑的一个 临近的一个交界点 就是呢 保险板块当前的一个考察的 基点 也就是呢 出现这样的回落过之后 那么呢 它是随时有可能出现 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下跌 通道的一个角度来讲 它有机会呢 靠近再下沿的节点 有机会呢 再一次向上沿去拷弄 这是这保险板块指出的态度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出现一个 不错的一个机会 或者是呢 更大的一个机会点 它最起码呢 首先下跌结构要破坏 再者的话呢 上方的这样的趋势压力 要突破 而且呢 呆量 好 这是保险板块指数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好像酿酒方向 好 那么像酿酒方向的话呢 咱们近期呢 点评的比较少 比较少的原因是 对于什么 对于酿酒板块来讲 自从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出现过低听潮过之后呢 咱们对它的态度呢 就是保持敬畏之心 也就是呢 即便中途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 出现这样的反扑 那么呢 它的一个量能 没有体验出来 而且的话呢 因为前面出现这样的一个 一旦出现 像酿酒板块呢 一旦出现这样的低听潮的一个做法 就要高度小心 这样的位置呢 出现低听潮 那么后面呢 其实有反扑 也不要妄动 只不过对酿酒板块指数呢 当前的一个剧情是属于词语缩量 然而词语调整 调整的话呢 对应的下方144面均线 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支撑点 那么关注他 哎144面均也守不守得住 能守得住 那么呢 随时可能有大资金的一个反扑 如果守不住的话呢 那么进入 好 进入弱势的一种状态 资酿酒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像科技方向 像科技方向的话呢 那么今天 它实际上也是连续的 这样的一个昨天下跌 今天呢 持续这样的修整 但是修整当中呢 我们前面讲到了几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的话呢 列入像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指数呢 还在下跌 但是呢 人工智能里面的一些 咱们前面重点 所讲到的 像省思变子呀 像西林信息 汉王科技 川大之胜 反而呢 表现都不错 就是他已经有标杆了 像省思变子就是标杆嘛 他已经短短的几个交易者 1235 5个交易日已经翻了一倍 真的一倍多 好 那么像灵溪 啊 西林信息 他也是呢 短短的几个交易日 也接近翻倍的一个走法 但是像今天最高的话呢 日内最高 也就是20块8毛8 好 所以说呢 对于人工智能方向的话呢 那么这段时间 这几天 如此弱势的环境下 还能走出一些标杆 其实呢 他还是代表有一定的 资金在进行关注 在进行把握 当然了连续冲高过之后 后面的话呢 要把握这样的一个 从里面找这种高低期化 那个视角了 这是一个方向 在这的话 像半导体 半导体的话呢 他 这几天的走法呢 其实是一个严重分化的 这个走法 这个分化的话呢 就属于前面 哎 已经经过快速击涨的 那么的防范 他的风险 那么同时的话呢 那么这里面 对应的 包括呢 像一个是人气股的反暴 一个是趋势股的延续 再者的话呢 例如说还有一些 呃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轮动补障的概念 例如像长天科技 所以说呢 当前的这样的节奏 点大的环境 咱们看的是 节奏 不管是大盘也好 还是说像券商也好 那么科技的话呢 其实更多的还是属于深入的 这样的轮动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呢 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那么像今天的这种 极端当中有个过渡的方向 什么过渡方向呢 列说像 有势和稀土 那么有势稀土呢 是今天过渡的方向 稀缺资源 因为有势 咱们前面讲的像有势稀土呢 大的背景之下呢 它不太容易成为最主流的 持续性爆发式的这种热点 但是呢 它有可能会成为过渡性的 或者所谓沦漏式的 尤其是稀土 咱们前面的话呢 有过这样的中间点评 对于稀土 泳池方向的咱们前面重点讲的一个是金利泳池 金利泳池的话呢 今天直接干涨停 再者的话呢 就代表性的列出了像 好 像五矿稀土 好 那么今天的五矿系统也是涨停 涨停过周呢 有开板 所以说呢 这属于过渡性的 过渡性的话呢 就属于资金 其实呢 还是属于在各种尝试 就说呢 在市场当中有一点资本 永工棉 资金 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 就是资本 比你想象的更加饥渴 那么对于 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呢 其实很多时候对于节奏的控制 对于仓位的控制 对于风险的控制 然后能不能及时的发现新的机会 至关重要 或者说呢 如果说 发现的 没有那么敏感 那么呢 让自己控制好仓位 然后呢 多一份耐心 也可以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到的一个核心节点 也就是说呢 大的一个环境收入总结 就是说呢 当前再往下 那么对于大盘来讲 三千五百点是一个关口 三千五百点的话呢 同时也是在一百四十年金元附近 那么在这个节点的话 可能是一个资深的节点 但是呢 这个资深的节点 它能不能一举上去 那么还是取决于大金融 会不会配合 而体材的方向的话呢 像半导体人工智能 这些方向的话呢 还是值得 值得的深挖的 好 然后呢 像当前比较火的 像当前就今日来讲 像有色稀土 咱们稍后的话呢 后面再做专题的视频 再进行讲解 再进行点评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好 再见